你不能在娘家过夜 哪怕你要在娘家过夜 你和你的丈夫也不能同床共振 为什么啊 如果哪天我不想做 他就说不行 因为你是个女人 你就要做 那我就起家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Dotty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雷水王生雷 欢迎来到一千个女孩 我这是动 开年第一期 我们要聊一件 跟过年过节有关的事情 就是是不是过节 都是女人的事呢 首先我们要聊一下 彼此最喜欢的节日 就是在东方西方宗教 所有的节日里面 类似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 我最喜欢圣诞节 很多节日我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 有太多的东西和束缚了 就比如过年 你一定要放假 你一定要回家 你一定要放假还不好 你一定要放假 难道你的意思是 过年不要放假 我想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反正因为放假 没有办法去做 会是一个我小小的困扰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过年我可以放假 别人不行 圣诞节我喜欢的理由是 我觉得圣诞节很有氛围感 就是一到圣诞节 就会有那个 圣诞节的歌曲 听上去会让你觉得 特别特别的开心的 那种氛围感 然后它又不需要你去 具体实际上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那是因为 距离产生美吧 就是因为你成长的 语言环境里 圣诞节不是一个 所谓的那种正式的节 但是大家又喜欢去庆祝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有那么多的束缚和压力 但是过年是所有人 都很重视的一个节日 所以你就会觉得有 我需要去做一些 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像我成长的环境里 圣诞节和新年 就是最最最隆重的日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 我们拿圣诞节和新年 对比中国的春节 就是除夕 东西方的女人 其实都是需要张罗 过节的这个事情的 西方可能就是准备什么 烤火机啊 然后准备甜品啊 然后妈妈奶奶外婆之间 就是举家都在张罗这个事情 然后过年也是嘛 女性们要在一起 可能甚至是提前很久 就开始准备卖年货啊 然后张灯结财啊 然后爸爸可能就是 也不知道在干嘛 其实不管是东西方 好像过节 能够被大家看出来的 都是女人在张罗这个事情 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没有 首先先问一下 今年过年是怎么过的 今年过年的话 因为我大概有十多年 都没有和家人一起过了 就是我以前的 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在过 然后今年就难得 回了一趟我家里的那边 我比较特殊了 我妈妈不会做饭 像我过年回去吃饭的时候 我妈做一道 就是她拿手菜 猪肉炖粉条 结果猪肉炖粉条里面 没什么猪肉 全是粉条 粉条炖猪肉 没有 粉条炖土豆 所以就没有你说的这种经历 所以小的时候 妈妈一直是一个享受的角色 对 她一直都不会做饭 都是老公在做饭 她炒男人的唯一标准 就是老公一定要会做饭 那她现在会变成你的标准吗 两个人会做那 当然好 那如果不会做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吃到饭 那这个时候会 你不会因为两人不会做饭就饿死 在你从小到大的经历当中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可能 不管是自己家 亲戚家 朋友家 好像很主动充当 要张罗这个角色的人 基本上都是女性的 我觉得应该传统上面来看 好像真的都是女生居多 其实某种意义上不管是过年过节 它其实有点像女性的劳动节 这个劳动不单单是做饭嘛 就比如说置办年货 把扫家里 对对对 然后张罗谁来谁不来啊 这些其实好像都是女性在做的比较多 没有特别的享受到过节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就会让人觉得说 过年就是一堆烦心事 要准备很多的东西 最近很上头一些短视频 然后这些短视频的题材呢 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东北渔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 没有 还有一些 反正我能刷到的都是生活在沿边的 很勤劳能干的朝鲜族妇女 然后他们的共性呢 就是他们持家 勤俭能干 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他要煮玉米面的面条 但是他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吃玉米面面条 我去超市买来煮就好了 他是从家里拿出了一堆那种 一根一根的包股 然后把那个包股一粒粒地掰下来 然后又把这些脱去一个磨面场 还是磨粉场把它磨成粉 然后再回到这里和成面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 这样的一个烹饪方法 然后张罗一家人吃饭 然后这些视频都有很大的流量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贤妻良母 现在是一个流量密码 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人说 真羡慕你老公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好媳妇 我刚好跟你的那个大数据推动 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推能干的那种 就是老婆不做事老公 天天变成花样做很多很多吃的 因为大家都叫我烹饪天才 你就是不做饭 你跟你妈妈就是不做饭 大数据非常的精准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点 应该是就是 它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有一个人可以非常的持家 然后有一个人是什么都不做 然后我们看视频 喜欢看这些视频的人 应该是羡慕那个背后什么都不做的 对对对 你带入的不是做饭的那个人 对 你会很累 你每天上下班还要去看 我要怎么做饭 然后太累了 所以每个人的梦想就是希望什么都不做 对有人伺候 但是 不论男生或者是女生 对 但是只不过是可能以前很多时候 都是女生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 对因为刻板印象也就是男生 就是在外面打猎啊 那个猎物好像拿回家 然后女生想就在家裹子 然后在家里封封 你说这个过去也过去太久了 就是古人吧 但是你说要打猎这个事情 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场景 在西方啊 很多时候 比如说传统意义上 女性会负责日常的饮食 但是有一个例外 因为我在澳洲长大嘛 圣诞节和新年庆祝的方式 很多人都是烧烤 BBQ 这个时候几乎每一家负责BBQ的那个人 都是男主人 然后男主人去掌握这个火候 男主人去负责说 我们先煎 比如说牛 再煎羊排 再弄虾子 然后我来负责分发这个 大家吃的食物 每个人拿一个盘子来拿 然后女主人可能就是备菜 或者是准备一些沙拉 然后准备这个甜品 所以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就是跟火啊 烤火啊肉相关的这些事情 会是一个男人的主场 就是既可以显示男生的那种 然后我在弄肉 然后有他的厨艺 但其实是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 你说因为这个事情不太复杂 所以他们可以做 像我一个做菜小白 我也会见牛排 但我觉得会不会我们是被广告啊 或者是被很多现有的语境影响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你看上等的厨具的广告 他肯定是一个男生在那边切那个肉啊 然后给大家 所以会不会觉得牛排或者是烧烤 跟肉跟火相关的事情就很man 对对对 为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就刻板印象嘛 就我刚刚说男人去打链嘛 然后女生摘果子嘛 那女生去打链 男生摘果子 本身就有点违和感吧 对 虽然是个刻板印象 那你下意识会觉得怪怪的 但我刚才就是突然我有想到一件事情 可能是不是因为 你看不管是切肉分给大家 或者是BBQ 他在那负责这个火炉 然后把肉给大家 他还掌握了一个分配权 对对对权利嘛 但是你看女生煮好饭放到桌上 就大家随意去享用 所以这里面可能跟这个也有一点点关系 你来找我拿这个肉 我分到每个人的盘子 可能这个事情本身让他们也觉得说 一个一家之主的一个形象 像是比如说在国内过节的时候 以前可以放鞭炮嘛 啊男生放 就是女生都会忙了一天对吧 然后轮到这个只有仪式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都是男生去放鞭炮 因为比较危险嘛 男生挺好一点 哪怕是小朋友去点那个火 对 大部分也是小男孩去点的 你小时候有点过吗 我我不太敢点 但我点过 其实他还是有很多这种隐形的分工的 虽然我是跨市里面的女生 我其实也会做一些刻板印象里面男生会做的事情 比如会去放炮什么的 其实我是怕的要死 那我也会去做 那相反的女生可能就比较少玩这些 而且我觉得女生妈妈应该会跟她说 就是说太危险了不要去玩 而且没有发现就是女生留疤的话 妈妈就说啊嫁不出去了 对 男生留疤的话就说 我无所谓 跟我们男人 那这个风险就让男生来担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 这可能有点暴露年龄 大学前后有一部很火的美剧 叫绝望的主播 不知道是不是 我超爱看的 Desperate Housewives 很好看 这里面就有很多那个女性之间很微妙的关系 比如说里面有个厨艺很好的那个女性 别人要是做饭做得比她好 或者是在这一个街区 她有一个很著名的 比如说 Roasted Turkey 然后别人要是突然来一个人 我记得里面就有一个后来变成她合伙人的那个女的 不是做饭就比她厉害 或者有一些菜式比她厉害 她的那个斗志心就被燃起来 我觉得女性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去卷一下这个事情 男性之间可能就会说 啊你老婆做那个什么 真是太好吃了 就是男性也会觉得说 我老婆很会煮饭 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 我觉得在国内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今年在上海过年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我东北的朋友 因为她妈妈就是张罗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然后她妈妈就说我们三点就要吃年夜饭 我就很震惊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吃 然后她妈妈就说 啊你不知道我们那里可能中午12点就有人开始晒年夜饭的照片 照片很重要 就是要攀比谁家做的 比如说你家做16个菜 我家就要做18个菜 然后她家就要做多少个菜 其实换一个方向 这就是你在给这个女主人施压 就是我们家今天不能输 这种感觉 她开心就好 她如果在攀比中她有快乐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女生攀比啊 男生也攀比 对男生的攀比 是我家今年放20挂边 然后大家可能放20挂边 对类似的 也会有攀比 这个不分男女了 只是女生的主战场可能比较多是在做饭这一块 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自己卷自己 但我曾经询问过一些我的朋友 就是比如说当你看到妈妈这么辛苦在煮饭的时候 然后爸爸 不做 不做 很多小孩其实他那些是会觉得不公平的 尤其现在新一代觉醒中的女孩子们 肯定不公平啊 但是呢你说 你想要改变让爸爸去做 基本上是不可能 她就会觉得 那我难道去帮我妈做 那其实我也成为了这个刻板印象的帮凶 就是因为尤其当她是女儿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改变或调整的事情 就是你眼看着你要不帮妈妈就一个人辛苦 你要帮你就成了刻板印象的帮凶 他们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是怎么样去摆脱这个困境 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两个人 就是如果是家庭的话 它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 就是妈妈这边也需要有一个觉悟 有个改变 就是我要怎么打破这个关系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你以往谈恋爱的时候 你为了表达你对对方的爱意 你是不是就是很主动的承担了某一些东西 对就是我是一个不会做饭嘛 我在跟上上人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跟她同居嘛 然后一同居之后 我就理所大呢就会天天去给她大好卫生 然后天天的去做饭给她吃 然后经常做的就要不咸了要不辣了 对方吃的也很痛苦 然后但是我就是觉得 证明就是我是一个好女生 我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女生 我这么感觉 你看就是你在谈恋爱之初 你都会有这样子的冲动 去主动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妈妈 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可能就是她不单单是对自己的丈夫 她对你就是虽然你妈妈不煮饭 但我相信她肯定有其他的 就是表达爱意的方法 只不过很多妈妈觉得 我想要照顾表达 我对我小孩的爱意 就是照顾她吃得好用得好 然后所以当你常是要扭转 说你不能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而言可能她更开心的是她做什么 你就是开开心心把她全都吃掉就好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扭转 就是扭转我觉得就有点极端了 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公平就是你有的选择 就是我不想做 你是OK的 我做也是OK的 而不是说我完全就我要新时代女性 你要我做饭我不 就算我做得很好 我也很想做 我就是不做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 那你当时主动承担这些背后的 我是为了她 就是想要征得她的爱 就是纯粹的爱 那这个是我自发的 我主动的 那你说让我一辈子都去做 然后如果哪天我不想做 她就说不行 因为你是一个女人 你就要做 哇那我就欺诈了 那是不可能的 就包括我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做家务的时候也是 我就是说 我说这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的地方 所以我没有要求她天天都做 但我说你一定要偶尔来帮我 也不是帮我 就是偶尔来跟我一起做这个家务 说到过年这个话题呢 我要考一下类型 还有考试哦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是传统意义上 大家都会说 初二才能回娘家 她有一个历史故事 说是朱元璋 当时她的女儿 嫁给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夫婿 然后过着一个 不是一个富庶的生活 然后呢 她就趁着春节的时候 跑回家 想跟父母一起过年 朱元璋看不下去 就送了她一副对脸 写着 杨贵乳 其敬婆 然后横批是天经地义 所以她就叫她的女儿 先跟公婆 拜拜年初二才回来 也复一年就变成了 初二才能回娘家 就还蛮情商的一个事情 给她一个理由 让她回去 但是除此之外 除了初二才要回娘家之外 还有很多过年的迷信和坚持 比如说初二回娘家 有一些地方讲究 你不能在娘家吃晚饭 你只能吃午饭 有一些地方讲究 你不能在娘家过夜 哪怕你要在娘家过夜 你和你的丈夫 也不能同床共振 为什么啊 就是这个为什么就太多 但是就是有很多 这样子的规矩 是定给女生的 只是针对女生吗 只是针对女生 还有人会说 你结了婚就不要经常往娘家跑 等等诸如此类的 跟过年过节有关的 对于女性的要求 就好像女性做饭 事半年 或什么这些都已经不够 还要给她制定这么多 完全没有理由的规矩 这种东西就听听好了啦 是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2024年的新计划 我其实这一年诸大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一年 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想要收下来 第二个愿望就是挣很多钱 第三个愿望就去很多地方玩 我对自己 首先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有规律的 然后有深度的把它做下去 希望自己可以挣大钱 然后最重要的是 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人 不管是过年还是过节 你都可以主动分担 你想要庆祝这个节日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疑似感就是从忙忙碌碌中开始 如果你就是躺在床上耍手机 它当然也很爽 但是可能你日后想起来 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疑似感 就是像是你登顶 对吧 你要是没有前面的辛苦 你登到山顶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爽 所以希望这一次听到节目的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心愿 好好的庆祝自己想要庆祝的节日 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那记得点点关注 多评论 多转发 多点赞 用你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